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的东西小坛子都喜欢 隔壁的阿姨忍不住说话了 阿文长大了 怎么还带着坛子到处走呢 你们没有听过毛坛小精灵的故事吗 阿文的爸爸妈妈摇摇头 来 我说给你们听 再教你们怎么做 这天晚上 爸爸告诉阿文 如果你把小坛子放在枕头下 明天早上 小坛子就不见了 但是毛坛小精灵 会留给你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妈妈说 是男孩子最喜欢的玩具哦 睡觉前 阿文却把小坛子塞进了裤子里 第二天早上 阿文拿出小坛子说 根本没有毛坛小精灵 妈妈说 天哪 你怎么把毛坛塞进裤子里 爸爸说 难怪 妈妈说 小坛子好脏 爸爸说 小坛子又破又旧 丢掉算了 阿文不可 他说 小坛子很好啊 小坛子可以当披风 我可以躲在小坛子里面 你们都找不到我 阿文剪头发 看牙齿的时候 都把小坛子带在身边 隔壁的阿姨又说话了 阿文不能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们试过泡醋的方法吗 阿文的爸爸妈妈摇摇头 来 我教你们这么做 趁阿文不注意的时候 爸爸把小坛子的一脚 泡在酸醋里 阿文找到了小坛子 闻到一股怪味道 只抓着另一脚跑出去了 阿文把小坛子放进沙堆里 搓一搓 又把它埋在花园里 然后挖出来 闻一闻搓 嗯 好一点了 虽然小坛子还有一些怪味道 但是 阿文一点也不在乎 每天带着它 劈着它 拖着它 每天吸着它 抱着它 扭着它 快开学了 怎么办呢 阿文的爸爸妈妈担心地问 隔壁的阿姨说 不可以让阿文带着小坛子上学 你们要直接告诉它 不行 阿文说 我要带小坛子上学 不行 那么说 不行 爸爸说得更大声 阿文听了 用小坛子遮住脸 伤心地哭个不停 妈妈说 乖 不要哭 爸爸说 我们再想想看 忽然 妈妈大叫 哎呀 我想出办法了 妈妈把小坛子 剪出一块一块的 再用缝乱机 把它们的四个边车起来 妈妈把小坛子 带着做成了许多条小手杖 手杖做好了 妈妈叫阿文念 小手杖一大堆 擦擦眼泪擦擦嘴 阿文高兴地说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 不管阿文走到哪里 身上都带着一条小手杖 隔壁的阿姨也不再多话了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哦 请帮忙订阅 点赞和分享 关丹小精英安亲中心的YouTube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